很多人吃了不少粽子 这个热量怎么消化会不会胖一圈 我们请到台版镇多宴 包括了阿舍妹还有潘若迪老师 教大家简单的瘦下来 刚午节又多吃了两颗粽子 要来赶快运动一下 同学同学 慢点慢点 你这样走很容易膝盖受伤的 我自己今天吃的特别多对不对 好 潘老师教你一个葵花宝典 告诉你怎么样运动让自己的身体 不会受伤 想要消耗热量又担心运动伤害 方便和健康的运动诉求 让瘦身操吹起旋风 完美的身材曲线加上迷人电眼 靠着有氧运动短片 镇多宴成为瘦身女王 同样以雕塑身材出名的 明星健身教练潘若迪 教导阿舍妹来场台韩大PK 我要你给我几分钟 我晚上会让你少一块肉 它不再不会让你觉得痛 还会让你变美又变瘦 只需要一分钟就能让全身动起来 针对容易囤积脂肪的肚子 老师也有绝招 当你在办公室里面有一张椅子滑轮 它可以跟着你一起滑动的时候 既好就像我们现在的小老师一样 跪在你的椅子前面 把身体的重心在椅子上面 双手在前面交叉 然后顺着这个椅子滑的力量 用腹部 也就是用肚子这边腹部核心的力量 往前滑 对 然后hold住 借用椅子辅助轻松训练腹部 平常久坐也可以简单动 跟着老师打击脂肪 也能成为台版的琐生女王 自然西红鱼城虎城一节台北报道